緊張 嗨 這裡是國訓桌球堂 這裡是我平時訓練的地方 這是桌球拍 這是桌球 我是桌球選手 一走進來就 原來這個是桌訓 因為以前是桌訓嘛 聽人家說的 很多人都印象中就是來當兵的 進來之後就感覺整體環境變得很好 秋場也變得很大 燈光變得很明亮 很整齊 然後一進來就感覺心情很好 感覺國訓中心就是我第二個家 舊球場以前是在大禮堂 相較於這邊 這邊新的場地就變得比較大 然後也比較像那種 國際規格的比賽場地 這個桌子呢 是我們剛剛換上的新球台 為了備戰接下來10月份的世界錦標賽 跟接下來的國際巡迴賽 WTT巡迴賽 這就是你很像就直接在適應比賽的感覺 平均應該有六到八個小時吧 就是我平時如果訓練完呢 就是也會在這裡放鬆嘛 恢復 訓練前呢也會做一些小垃圾啊 就是比如說 拉力帶啊彈力帶啊 就是做一些手上的肌力啊 像像我之前打比賽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受傷了 然後就是屁股這邊有點 就拉傷什麼的 不用到中央室這樣 那我就會自己在這邊做一些 小小小的肌力訓練 歡迎來到國訓餐廳帶你來看看 國訓餐廳裡面都滿齊全的 魚肉菜 五穀雜醬豆腐類 都有補充到飲料 教練希望我多吃一點 哇賽翻杯雞 我們國訓中心 星期三就有牛排日 我那一天一定是 第一個 跑到餐廳裡吃牛排的 不要那麼認真嘛 有啦我也一時一時夾一些菜 比較喜歡吃多一點肉 因為能夠補充多一點蛋白質 現在就是 火食都蠻常多變的 他們就是蠻聽選手的意見啊 你可以提出來 比如說 欸像我們賽前 就是奧運賽前會有家餐嘛 然後我們還有大腸包小腸 奧運前的時候就是菜色公布 像如果晚上的時候 可能練得比較晚 然後我就會 從秋場走回宿舍的中間 我就會 把腳步放慢一點 然後就當放輕鬆 然後聽個音樂 還有一些就是很像那個 很像藝術品的 裝置藝術 就覺得哇 很有那種藝術氣息啊 很愜意的這樣走一下 就會感覺療癒到自己的心情 想對 未來的正經的時候 保持初心 堅持下去 保持信念 這個球其實非常的貴 它這一顆球的價錢 就相當於是 一個便當的價錢 快要踩到我們就會 趕快彈開 我們怕把它踩破 一千塊 哈哈哈哈